就在3月16号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 台湾方面突然发现在台湾岛西南海域 有多架人民解放军战机飞行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 因为在晚上天已经黑了的时候进行夜航 这个信号非常不寻常 所以台湾方面顿时就慌了 慌了之后紧急就通知飞机起飞拦截 包括在这个台南基地的IDF 也就是金国号战机 包括在嘉义基地的F16都紧急升空 然后进行拦截 并且对人民解放军战机进行喊话 当时台湾方面在披露这个消息的时候 用了这种极度罕见这样的一些词语 为什么是极度罕见呢 我们都知道大陆的军机绕岛 或者穿越宫古海峡 到这个太平洋进行远海的长航 这个现在已经常态化甚至机制化了 但是夜间的航行 说实话还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夜间的航行相对来讲 这个传递的信号以及危险的程度 都要远高于白天的一个训练 我印象中 这也不是第一次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来进行夜航了 2018年的5月25号 当时我们的轰6K战略轰炸机 是凌晨起飞 日出之前飞抵台湾 当时台湾是非常的紧张 派这个F16升空紧急的拦截 而且半飞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F16跟这个轰6K距离是非常近的 一直在关注着这个轰6K的航迹 那么大家注意这张照片的下方 这个轰6K下面 这个有一个白色东西 这是电子吊舱 这个电子信息吊舱对台湾链是非常紧张 因为轰6K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 那么这个吊舱可以随时发射指令和方位 给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给水面舰艇 给空中的战机 设定相应的参数 对台湾东部进行打击 所以当时绕岛之后 我们看到就是夜航绕岛之后 台湾方面就惊呼 说完了台湾东部将不保 那么这个事件过去之后 我们看到这次3月16号的夜间又一次的飞行 而且这次有空警500 有殲-11战机 夜航确实对于这个人民解放军来讲也不多见 对于台湾来讲 他一定是感觉到啊 这个状况罕见异常 因为往往攻击都发生在夜里 夜里趁着夜色的掩误 进行相应的突袭或斩首行动 这当然是一个出奇兵 起奇效的这样一种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台湾方面啊异常的紧张 可是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 解放军要进行训练呢 过去我们经常说呀 这种远海巡航呢 已经是机制化常态化了 这是人民解放军 招之寄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按实战练兵的一个必然的手段 但是从这个近一年来 我们看到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一系列的海空演练等等 已经没有了原来啊 相对隐晦的词了 比如说例行性啊 常态化 就是明确告诉你 我们就是遏制台独的 解放军的这个军事演习 就是让台独的分裂势力感到害怕的 意思你敢动 敢动我就打你 不但打你 我要打死你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夜行啊 台湾方面确实紧张 因为两岸关系啊 从民进党继续执政 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这个连任之后 我们看到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复杂 在之前民进党执政 两岸关系就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边缘了 用这种抹黑大陆啊 挑逗两岸民众对立啊 进行意识形态操纵啊 等等方式 让两岸民众之间 两岸关系之间都起了一个巨大的对撞 那么现在蔡英文连任之后 特别是拿了800多万票 他认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已经可以了 台湾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我搞台独的 所以更加变本加厉 在这个刚当选之后 大家可能还记得 接受这个外面的媒体 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过 我们已经做好了 跟大陆开战的准备了 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种话里挑衅的意味是非常重的 所以这次人民解放军啊 进行夜航 其实呢 也是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在做准备 两岸关系啊 现在啊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从最开始的 这种我们叫冷对立 到今天的这种啊 相应的军事上的一个对峙 甚至引发擦枪走火 到最后直接的对撞 应该说 这个路径啊 现在看 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 正像新党前主席 郁慕明所说的 两岸关系 回不到过去了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那么 回不到过去了 原因何在 当然 责任完全在这个 民进党当局方面 想回到过去 已经回不过去了 那么未来将怎么办呢 这次大陆军机 是夜航了台湾了 下次呢 下一回合呢 会不会真的引发两岸的军事对撞 进而让这个武统能够进一步的变成现实呢 我觉得啊 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当年蔡英文刚刚当选 这个连任之后 拿了800多万票 哦 立法部门也 也这个占了优势之后 高兴的不得了 说了什么 这个民进党当局说 我们这就是台独元年 说实话 如果你真敢这么说 哪天你宣布 什么时候是台独元年 我告诉你 那也就一定是武统元年 那么